这个将装逼刻进DNA的男人 无论是做职日 吃午饭还是罚站 他都在装逼 我愿意称他为逼王 这个男人叫坂本 一开始就成了全云校的风云人物 装逼于无形的他 俘获了全班女生的芳心 男生却看他都不顺眼 于是班级里的混混三主 决定让本哥出丑 他们将黑板擦夹在门上 就等着本哥开门弄身份壁灰 只见本哥在开门的瞬间 一个回手套 完美而乏力的接住了黑板擦 无形中又装了一波 引起全班女生的尖叫 三主还不死心 就在本哥上厕所的时候 直接一盆水泼了进去 没想到本哥在里面打起了雨伞 若无其事 回到教室 本哥发现自己的桌椅被混混扔了出去 面对全班女生的热情邀请 本哥淡定表示 这点小事咋能难倒我呢 只见他拉开窗户 直接坐在了窗台上 威风吹起他额浅的头发 窗外的樱花飘落 这个男人如此的油腻又如此的帅气 可恶又被他撞到了 混混直接开始怀疑人生 这个人在啥时候都能装起来呢 三个混混商量了一下 决定直接把本哥打一顿 他们把本哥骗到无人的小黑屋 决定把本哥的衣服脱了 拍裸照给女生看 让女生们都知道他是个变态 刚准备动手 却发现教室里着火了 混混脱下衣服 想要把火灭掉 却让火势更旺了 教室的门也阴差阳错的被锁上了 偏偏这个时候 混混的手机还没电了 没办法打电话求救 就在混混准备用试剂灭火的时候 本哥淡定的阻止了他们 这都啥时候了 还要耍酷啊 赶紧灭火吧 本哥表示 你们都让开 让我再来装个逼 接着就绕着火堆反复跳起来 混混心想 难道这个男人想要运动生风 然后用风把火灭掉 不愧是他呀 能想到这么死巴拉席的方法 混混当即也加入了其中 位于楼下的老师 听到声音前来查看 十分有幸的欣赏到了 世界名话 反复横跳 原来本哥反复横跳 就是为了把老师引来救他们 这也太会装了吧 这下 三个混混彻底败倒在本哥的项目空下了